基隆慈雲市舉辦中原普渡法會 廣場前信徒若育不絕 帶著貢品前來普渡 平安就好了 大家平安 這個疫情看起來都沒有去 趕快散去 廣場上擺滿各種貢品 慈雲市準備了50多種素食 讓好兄弟享用 今天是這個 這月十八 從時有孤島的日子 還有一個 很早的展破 差不多一千七百分 也有市長 林俠昌市長 候選人蔡思苑 還有謝伯良 他們都 一對一對來 展破 他們 廣場 廟房也有很多很多素材 也拜託 五千來製作 所以辦得很困難 每一年每一年 都要來展破 做理 老爸說好兄弟 保併我們大家 平安心思 今年參加代辦占譜服務的 超過一千七百份 堆成兩座小山 信徒參與踴躍 好多人 好幾十人 方便性在哪裡 方便 我們就是住在會 附近而已 就是這樣很方便 我們慈雲市 每年的普渡法會 都是我們這地方的盛世 我從小就穿著開當褲 在這個廟門口這邊玩 所以我從小到大都在慈雲市這邊長大 所以看著我們慈雲市 每年參加普渡的人 每年比每年都一直在增加當中 最主要是因為說我們慈雲市 它是用非常很正統的 一些相關的規範 下去進行普渡的祭典活動 所以我們所有的信眾 都會大家互相會 互相會 告訴對方 告訴其他的人 就說慈雲市普渡這個活動 所以每年人數都有在成長當中 我們也會每年都會來參與這個活動 這兩年受到疫情影響 來廟裡參加普渡人潮 雖然不比往年多 但參加贊卜的信徒越來越多 這邊很方便 因為家裡要準備很多共品 現在贊卜的人越來越多 廟方也是準備來很多 雖然都是事實 可是你看的兩牌都很豐盛 來祭拜這些好兄弟 中原普渡信徒全程戴上口罩 準備豐盛的共品 全程祭司老大公 祈求疫情趕快過去 記者黃少鳴基隆報道